欢迎来到历史客栈,我是美丽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陈永贵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 陈永贵原本是山西西洋县 大寨村大队党职部书记 没上过几天学 42岁才完成扫盲 但是却因创造了大寨模式 一路飞黄腾达 关至副总理 不过陈永贵后来也遭遇了一些非议 于1980年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 并于1986年去世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陈永贵的传奇人生 陈永贵出生于山西西洋县 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在他六岁那年 父亲就因家里过于贫困而绝望自杀 在此之前 陈永贵的姐姐、妹妹、弟弟 以及他的母亲都已经被相继转卖他人 因此贫困、饥饿 给年幼的陈永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父亲死后 陈永贵被大寨村的稳州老人收养 成为他的养子 但在稳州老人去世后 陈永贵没有将养父的遗产据为己有 而是还给了养母的娘家人 这样的举动让陈永贵在大寨村树立起了良好的口碑 也给陈永贵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52年 陈永贵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从此开始了他20年的党支部书记生涯 担任党支部书记后 陈永贵最关心的 也是整天思索的 就是如何摆脱大寨村落后贫穷的面貌 让老百姓能够富裕起来 为了解决村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陈永贵还打破了 禁重地区妇女几千年不下地的传统 带出了一支铁姑娘战斗队 不仅解决了全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而且极大的提升了 妇女的积极性和家庭地位 1963年 山西禁重地区遭遇了多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大寨村也没能幸免 连下了七天七夜的暴雨 大部分的梯田和耕地都被洪水给冲垮了 全村三百多口人束手无策 只能等待着去县里开会的陈永贵 希望他能带来对策 还有上面发的救济粮 但是陈永贵回来了 却没有带来大家期盼已久的救济粮 陈永贵鼓舞大家说 毛主席曾经说过 人多力量大 人是最宝贵的 现在我们没有损失一个人 那么我们的力量就没有遭到大的损失 受损的耕地和梯田 我们可以依靠扁单和两条腿 给它修复回来 被冲倒的秧苗 我们可以一个个的给它扶起来 只要有人在 就什么都不怕 陈永贵在大会上的这一番讲话 让失去信心的大寨村民重新拾起了士气 此后陈永贵带着大家重新修复梯田 重新扶起央苗 并在1963年的秋天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未受损的耕地 亩产量依旧达到700多斤 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400斤 也正因如此 陈永贵和大寨的名字 开始出现在了国家领导人的眼中 1964年初 陈永贵前往北京 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 在人民大会堂 陈永贵头裹白毛巾 穿着典型的西北农民服装 向台下的一万多名群众代表做报告 重点讲述了合作化的好处 也讲述了抗债的故事 其生动的报告 不仅打动了台下的各级代表 也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装载 一时间 陈永贵的名字响彻了大江南北 学大寨 赶大寨的系列文章 也将大寨的名气推到了顶峰 1964年12月 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 赞扬了大寨村 在粮食产量上的巨大成就 并号召全国要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在1964年12月26日 毛主席的生日宴会上 陈永贵以私人贵宾的身份 出席了这次宴会 同时出席的还有导弹支付 前学森 铁人王进喜等等劳动模范 而陈永贵更是被安排跟毛主席坐在一张桌子上 有了毛主席的支持 陈永贵196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5年又被任命为副总理 主抓农业生产 这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以农民的身份成为副总理的人 当选副总理后 陈永贵主抓全国的农业生产 平时做报告时 只要涉及到农业 陈永贵从来不用写稿子 也不用别人给他拟定稿子 而是信手拈来 不管是数据还是经验 都说的头头是道 丝毫不差 因此 周总理也对他非常信任 每到外国来的客人 想要了解中国的农业情况时 周总理都会让陈永贵来介绍 陈永贵虽然高居副总理 但他不拿副总理的工资 只有山西省给他发的六十元补贴 和大寨村每年给他算的劳动量 对中央发给他的所有补贴 他都一概不要 在穿着上 陈永贵也总是穿着中山装 头上裹着一块白毛巾 即使在接见外宾时也是如此 陈永贵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1980年9月 陈永贵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 共当了五年的副总理 1986年3月26日 陈永贵因肺癌晚期 一致无效 在北京去世 享年72岁 陈永贵在临终前 流着眼泪对子女们说 人是注定要死的 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我作为一个农民 成为政治局委员 谁能想到呢 我敢说 我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 按照陈永贵的遗嘱 家人将其送回大寨村 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 这位从大寨走出来的平民副总理 最终又回到了大寨的怀抱 好了欢迎点赞 关注历史客栈 我美丽 每天都在